春天江冰融化 黑龍江的烏蘇里江 出現大量冰牌排向江岸 整起千堆雪的磅礴氣勢 让人叹为观止 而在北京天空 也飘下鹅毛白雪 形成四月飞雪的神奇景象 万里长城一片银白 有不少民众冒雪爬长城 就是为了一堵奇观 大陆从三号开始 重启寒冬模式 多个地区气温大跳水 黑龍江最低气温 出现零下十度 让原本已经被民众 收起来的羽绒外套 通通再出笼 在新疆则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十级大风肆虐一个晚上 造成多位民众受困连货 高速公路 直到早上 风力才慢慢降到八级 这一波降温天气几乎涵盖整个大陆地区 平均的降温幅度达到十度 华北地区恐怕还将出现沙尘暴 预估要等到清明廉价结束 才会回暖 记者唐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